我们从相熟到结婚 我就像生活在一个无声的电影里边 他从来不怎么主动和我说话 我不是不想主动你说话 我怕失去你 怕说多话你没话说 你这种理由谁能相信 你口口声声说珍惜我 你连孩子都不管 让我怎么相信你 我不是不管 我真的觉得你的管理方式有问题 我们能不能互相妥协下 接下来我们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孟先生36岁来自吉林 是一名农民 女嘉宾郑女士30岁 同样来自吉林个体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他们说你说过一句话 说你生活在一个无声的电影世界里 对 怎么想到用这个来形容自己的情感状态的 就是我老公在家一天到晚 一句话也不跟我说 不爱说话 不爱说话 结婚多少年了 八年 你比他大六岁是吧 对 追你那会儿 谈恋爱那会儿爱说话吗 还是你们是属于那个 父母给说了亲就嫁了 是那个别人给介绍的 刚开始的时候 还行吧 现在不爱说话 我就想知道知道 他是怎么想的 有孩子吧 有孩子 几个孩子 一个孩子 男孩女孩 男孩 多大了 几岁了 他跟儿子说话吗 也不怎么说 你跟儿子也不说话呀 我也经常不在家 他管理孩子 我管理的手 他不在家的时候你们沟通吗 你比如说他出去了 对 有些人打个电话 或者发个微信 总得问候一下 问问 这个你们有吗 这种沟通 有 但是我要是 不给他发微信的时候 他几乎不给我发 有的时候 我个微信微的 他也不说话 完了我试探的 就给他发一个红包 但是我一发红包 他还领 就是不和我说话 领红包是苗领 说话从来不回是吧 为啥呀 给红包死不要 那跟你说话 怎么搭理呢 说话应不不俩 你这些年纪婚的 不想说 没啥太多话 都没话说了 我的天哪 你在外面跟朋友吃饭聊天 你说话吗 也说话 但是也不算太多 我们是农村的嘛 出去溜达去 比如说是上个卖店了 在大热顶上走 跟人家都有说有笑的 一回家就完全变个人 就是不和我说 对 每天他要是在家的时候 他手机 叮叮叮叮叮子响 是像你媳妇说的那样 你那微信在家里 滴叮叮叮老响吗 不怎么不想 他就以为我 瞅我这手机 他不怎么在家 他农村嘛 村秋都很忙嘛 农忙的时候 在家帮我干活 农闲的时候 就是家里边有车 自己出去收粮去 但是收粮的时候 累了歇一歇的时候 也会拿起手机啦 搜搜附近的人啦 这个那个的 他就和别人就能聊天 以前嘛 在家的时候 还能跟我俩说一句话 就是一天最多能说三次话 老婆 今天吃什么呢 这是一句 早晨 早晨 老婆 早晨吃什么呢 晚上 老婆 晚上吃什么呢 这个拿个复读机 给他弄好就行了嘛 只要按就行了嘛 完了 有一次他没出去 完了他在家 就和别人聊天 聊得老高兴了 我就生气了 把他手机摔了 在那以后更不说话了 这三句话都没有了 啊 为啥呀 因为我们俩 我跟他说话多了 情况下 怕以后就是 闹出感情的感情问题 为什么说话多了 闹出感情问题 你这心里藏了多少秘密啊 在那里的我们一起观察 都没有了 你这实际上 对吧 我没想到